切勿过度关心今生的俗悟 只要专注于佛法 每一天都以升起获智证悟的愿望作为开始 在傍晚 解释你在白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忏悔负面的行为 并且回向所做之善行 以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立下隔天要做得更好的承诺 你只能做得更好的承诺 对于修持佛法而言 最大的障碍 莫过于沉迷在今生的成就 沉迷在今生的成就 沉迷在今生的成就 当一个人的心静止下来时 他将看见自己的心的虚假 也看见其中的真实 他既看见吊局 散乱游走之心的错误 是这个心导致他烦躁受苦 也看见平静清凉之心的功德与善巧 也就是当心尽止的福乐 这就叫做 朝内同时看见了对与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所多情意之下的所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点在上面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的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放在树像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失实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风行山法 愿我生生世世 光行离他 愿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一样 清秀清静的落明 恒不往事 菩提心 生命电视 基隆法王寺 举办传授八观灾解 继佛前大贡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 2月22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 礼拜 慈悲三杯水 颤祭护生 地点 基隆法王寺 地址 基隆市 隆岸区隆岸街198 八项四弄17号 连电话 02-2423-9448 02-2423-9448 法会备有消灾超键排位 供大众书写 生命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传授八观灾解 护生 点灯 购水 祭慈悲时时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 2月23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 礼拜慈悲三杯水菜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主委六十之三号 上午8点 于斗南火车站 备有接驳车 日期 2月24号星期一 上午10点 恭送钥匙经 超度法会 下午 恭送地藏经 点灯 供水 护生 祭慈悲时时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护生园 联络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05-633-1565 为你唱这首歌 愿你幸福又快乐 黑暗会过去 光明会重现 只要佛法 藏在你心间 成心为你许个愿 愿你的信念 不会改变 成心为你许个愿 愿你的烦恼不再出现 成心为你许个愿 愿只会永远在你心间 成心为你许个愿 成心为你许个愿 愿你的信念 不会改变 成心为你许个愿 开头如初 开头如初 孙蜜旻如初 开头如初 孙蜜旻如初 孙蜜旻如初 欠生如初 如影如初 美好如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琢磨了怎么办 最难就这个 如果他愿意相信别人给他的建议都还有救 但是往往磨的力量超过了就没办法 所以就像我们有一个师姐 有时候会叫来叫去 很可怜 有时候不是他的意思 他身上有魔鬼 然后会生气 但是他又喜欢人家注意他 一个人琢磨有一个特色 就是喜欢人家注意他 跟人家行为有点怪异 所以各位你要分析你自己有没有怪异 如果别人东你要西 别人拜你要站起来 这就你琢磨了 你要很小心 所以你要观察自己的生育 不要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佛教讲和谐空气 你硬要跟人家不一样 表现自己 凸显自己 那你就有一点琢磨了 那有些琢磨是贪财 有些好色 有些打人骂人 像赵玉一样 忧郁症都都是琢磨了 所以这些 但是大部分也跟祖先有关系 如果你的祖先有琢磨的 赵玉症死了 那你就会有赵玉症 所以因为他 他讨你的祖先的债 你没还完 祖先死了 他找子孙 所以这个琢磨 就是要忏悔 那当然佛教里面 像愤怒连食心咒 他很强 或者施吼观世音菩萨咒 他很强的 所以对这些有帮助 但是 就是说念的人动机要正确 要有些太强了 还不能念出声 但是基本上 这个被念的人 如果要改变 他要接受 他如果不接受 就没办法 当然外在的力量 有一点力量 但是如果知道 对方琢磨了 很多是因为他的念头 这个磨 内神通外磨 你内心没有这个 这个不对的想法 磨就不进来 你有一个贪念 贪磨就找你 你有欲望 欲磨就找你 所以我想 佛教讲究竟来讲 就是空性 超越一切 但是有些人已经琢磨了 他怎么可能有空性呢 所以就靠外力帮助他 所以这个外力 就给他一些助援 比如说你可以帮他 回向 超度 修除脏法 这些 但是你最好 这个人琢磨了 你还要先认定说 他身上有一个 让他琢磨的王